主料,五花肉500克,辅量,油,盐,酱油一汤匙,皮线豆瓣一汤匙,青蒜鸟两根,花椒面,鸡精,红椒半个,青椒半个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准备新鲜五花肉500克,青红椒颗半只,蒜鸟两根及皮线豆瓣酱带用,锅中加凉水,五花肉切成均匀三段, 放入锅中煮,煮至断生,筷子可以插透,不见血水即可爆出,晾干,洗干净配料,青红椒改成鞋块,三苗丁切鞋片,蒜叶切两厘米段,晾干放凉厚的五花肉,切三毫米厚片,肉片马入炒锅,开小火煎至凉面微黄,烹入少量酱油提色,炒匀,肉片均匀上海,接着放一勺皮线豆瓣酱炒匀, 再加少量盐食肉入味,再倒入青红椒块快速翻炒,其次先下蒜苗丁再下蒜苗叶,鸡精,花椒面翻炒均匀后出锅,烹饪技巧,五花肉是做回锅肉最好的,肥瘦香茧,肉皮弹牙,有条件的尽量用没有冷冻过的新鲜肉烹制, 皮线豆瓣酱是回锅肉的一大主角,菜色漂亮与否跟它最为关联,浓郁的酱香翻着微微的辣味,使这道菜味觉体验更加丰富,配菜出来辣椒,按照个人的口味也可以搭配洋葱,芹菜,蒜苔等,个人认为,青红椒和蒜苔比较好吃,五花肉在煮的时候不能煮得过熟, 否则会没有抬牙的口感,此外加入香片料酒大量一起煮还可以去腥味,提香,五花肉煎的时候不宜频繁翻炒,带一面煎至微微焦黄再发另一面,这样菜色会更加漂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